我們今天的面題是 Dangie 成為中學的三方 去授雙方為正方討論舞臺介入中學 去授方宣告 成為正中學 現在先讓我們介紹雙方的面題 正方主任同家人 就來自授雙方 BE 已經揭穫ï 要知道我們會進食 而且我們會進行中學 我們今天好多是請到三位同學 分享一下蔡師傅 他們分別是姚晟先生 蔡師傅在香港中文大學議論的前面 1999年在大專院的蔡努官 現在是發展動手正助理的學長 第二位評判是羅文傑老師 羅文傑老師是香港中文大學議論的前隊員 現在是英國學院中學中學科老師 和英國學議論的老師 整大學校認得師傅高峰 和師傅聯考議論比賽高峰 三位評論是劉俊偉先生 劉俊偉先生是香港大學議論的前隊長 香港大學武功夫人紀念堂議論 和上學中文議論的教練 現在是劉俠師 姚 rejection 這場比賽 身為主便 封便 日廢 朋友 自由營利 和肩膀 一個無 law seat 或者最uga 在三三四 封便是 圖門峰每一分鐘 自由營利 你是在六多三分鐘 每師chin方的一團 間數前有幾多個 roughly 秒數 當中 Espero 兩天的空間 俱時 10秒 等級 詳細的賽場都在前面 包括給每一間的參賽網科 希望相關人數 如果沒有的話 也有請幫助 採訪與請請請請請請 再續各位大家早上 首先要多謝大會 提供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 但是我認龍剛才幾乎棒身路 我們手上有一部智能電話 打的字就見到地圖 還有街景和傳統的維修來到 比賽之後我也很需要這部電話 因為無論輸贏都想將這些比賽的起源 放上面書和Instagram和全世界分享 智能電話和網絡現在很相似 但其實iPhone和面書都在表表10年前出現 過去20年科技新速發展已經改變全世界 只望將來創方能力是不會回頭 教育是未來的投資 青少年是未來的動力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中學必修過程 遲夜應該放在未來最少10至50年的需要 正因為這樣 不少國家早將Stand變為中小學必修 以電腦編程為例 以適宜早於九百年開支教 日本的中小學生亦會在四年之內必修 在近一點北京而推行Sense很久 港地中學生兩年前 已經將一枚自己研發的人造衛星 送上低軌道混合 現在收發數據做研究 落後多年 香港近年終於是小學推Sense 但正如數學在小學讀完 中學會繼續讀 現在這麼多小學生已經學過Sense 為中學必修Sense提供了條件和基礎 有見及此 施政報告宣布 每間中學部份20萬推Sense 講了這麼久 Sense是甚麼呢 它是四科英文字母的宿舍 包括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科學和數學現在在中學生已經都讀 為何還要讀Sense 因為Sense有兩大特點 單日學科無可取代 第一,以應用為主 第二,要求運用的是跨學科知識 以Sense課程常見的水火智為例 就牽涉全四科的知識 無理由分開的同學 所以清華大學學天堂工學院 高雲峰教授都解釋 Sense的特資處是以科學為土壤 數學為基礎 技術為支撐、工程 結果Sense的價格目標是創新解大 而我方今天支持中學生的Sense 是兼顧未來發展三個層面 第一,時代層面 人口增長 但有資源短缺 人口努化 公共財政壓力大 為了解決這些全球各國都面對的問題 發展智慧城市已經成為全球公式 根據智慧城市聯盟會長鄧淑明所說 智慧城市有四大元素 物聯網、大數據、地理資訊系統和人工自由 今年的中學生要適應明日的智慧城市 就必須成為智慧公民 而Sense的基礎則是關鍵 第二,個人層面 為學生前退著想 不懂Sense 不得 莫說電腦工程已被公認為未來語言 學生打工 基於各行各業都若是創科主導 不可以不懂Sense 就算做生意容易買食裝 都要適用二老收穫、網絡行銷等 第三,社會層面 香港急需發展高峰值行業 經濟轉型 而大灣區發展勢勢勢在必行 本來是大好時機 無奈香港嚴重欠缺創科專裁 根據統計處2015年報告 三分一公商機構認為香港不夠創科人才 為業務帶來很大影響 連無人機一綱大僵創新 在科學院的研發中心都因為請不夠人 要搬回深圳 各位,如果我們繼續對新一代 欠缺創方知思考能力作事不利 那麼我們的中學生將來不易後 將無意識別時代 無論打工和創業都不具競分力 香港社會更會喪失競分優勢 不盡淨退 所以我方支持中學 接受Stand 幫我聽 先提初中退行、參考教具 由幾年過渡期,等政府和現代合作 培訓CG和P制校的過程 條件承受必修 還有想問有康同學 發知智慧時事就需要智慧幫人 如果有康復千年 想問是否有康復正義智慧時事 不是未來出世所以不必修呢 多謝 謝謝 接著請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聲音重要不重要 當然重要 但重要是否就代表用必修科的形式去推動呢 創科要不需要發展 當然要發展 但必修是否就等於創科好呢 有甚麼方法可以必修呢 方法很多種 但總之一定不是必修 必修即是個個學生只做了STEM 是否真正做到STEM呢 其實STEM的理念是甚麼 就是要創意和自主 而中學學制裏面有甚麼特性呢 就是有特定的課士 特定的課士限制 有功課、有差距 有特定的私生比例 如果將STEM在一個必修科的環節裏面 是否發揮到創意和自主呢 政府說要將STEM變為必修科 想問STEM怎樣成為一科 必修了是否就等於學生學錯 必修了香港是否等於創科 何況今天反對面提的原因有三 第一 又為STEM的原意 無法提供創意的空間 STEM要求學生是有創意的 但作為一個科目 還要是必修的科目 究竟他有沒有功課、有沒有測驗 如果沒有 怎樣平衡學生的學習能力和成效 如果有畫 還要怎樣培養的興趣和創意呢 現在中學的私生比例高達1比31 有科時的限制 夠裝就一定要下課 老師怎樣在這麼多限制課堂中激發到這麼多學生 令他們學到STEM的知識 STEM的精神如何實踐呢 第二 本身已經有成效 不停地改動 事實上 本國中學 一直有培養學生的科學 數學 技巧方面的知識和水平 學生在國際水平的測試上面 更加是未必前茅 根據2015年 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排名 香港學生的科學能力 排名是全頭第一 數學也是全頭第二 證明了現在課程是已經有成效 對方如果貿易改動學制 改動現在國科的內容 究竟怎樣成效一定比現在好呢 請對方清楚人證 第三 教學更加緊迫 增加學生的壓力 中學學生非常緊迫 增加必修科 只會增加學生的壓力 如果對方說會減其他科 請問其他科哪些是無用呢 如果對方說不減其他科 請問學生怎麼會有這麼多時間呢 事實上 就好像科技研導師同主席羅范昭所說 香港意時缺乏的不是一般科技人才 而是缺乏培養尖端人才土樣 而當中的問題包括社會風氣 以及政府創科政策 在教育上 本多中學其實一直做得不錯 現在有改善的是 如何及早培訓有前進的學生 讓他們對創科產生興趣 令他們願意將創科成為自己租真志業 而正確加入學生 興趣的方法 肯定不是有科和學生分別收科 而增加和STEM有關的科目活動 讓本身有一定的興趣 有一對能力的學生自願參與 而政府和學校 還在集中之餘培訓這些學生 他們在沒有課時限制 資深比例較低 沒有所謂 用不需要交工 用不需要責任的情況之下 自由在導師底下進行活動 自由發揮創意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你的STEM究竟能夠教些什麼知識 是普及知識還是高端知識 普及知識 用不需要教床碟屋 教這麼多東西 高端知識 為何不讓學生的能力和水平 都要強迫地學 人人學STEM 還有有方同學講到有三個層面 想問在教育層面方面 有方同學有沒有所解釋呢 用強迫的方法 逼人人學STEM 究竟學生有其他偶出呢 多謝各位 分配 瞬間耀動 場所謂為 好 替我聽完你剛剛的講述 看來你都不清楚STEM究竟要教什麼 我讓我模擬一下STEM的課題問一下你 如果今天的安努業經常都說不夠人手 應該怎樣算好,怎樣去解決呢? 我們就應該用科學部的同學 去調教他們的STEM究竟 不好意思,我是說如果今天的安努業 在職業上不夠人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著手解決問題 而不是在學校中怎樣解決問題 根本你說這個課題和STEM根本完全不關 但是為什麼人口同學怎樣解決? 人口同學,之後的問題當然很詳細 請你回答多個問題 為什麼從開始有問題? 如果安努業有人手的話應該怎樣解決呢? 增加人手 沒錯,是增加人手 不過這個已經是上一代的做法 時間來到今天,人口老化加上資源斷權 十個香港青年,九個都在做安努事業 好了,現在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要解決呢? 其實香港是缺乏創方人材 還是缺乏尖端人材上的地方 當然,你已經在達非所謂 不過我不要緊,我繼續下去 其實是缺乏STEM的理念 但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修短 或者我們設計一個系統出來給老人家用 按個掣可以幫他洗澡 甚至可以幫他洗澡 甚至可以幫他洗澡一杯茶 但是如果將來香港青年會切 那麼一個系統出來 STEM的理念是不是這個系統的最關鍵 是 那既然已經認同這個基礎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認為所有學生都應該 裝備這個技能的時候 就不是一個合同的考慮呢? 因為如果你使用必修科的話 其實你是不是可以靠補 各個學生都可以理解到你STEM說什麼呢? 證明我剛開始已經在想 為什麼我要問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看似有些房業 根本就不關STEM事的時候 他都需要用那些STEM的知識 那為什麼你覺得不是每一個學生 都必須要舉給這種技能呢? 因為不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讀STEM 例如一些可以讀文科的 對中文的有興趣的話 那你如何強迫他們學STEM 你如何令他們明白STEM是什麼呢? 我明白的 其實在初中的時候 或者中學的時候 很多時間都不用每一個科 但你不可以讀小學 然後你不可以讀小學 然後你不讀小學 然後你不讀小學 你不讀小學 有方的 是 分學STEM是否還有創意? 是啊 那為什麼我們 我們看到很多問題 我們在課士 那為什麼要處理呢? 我們在課士方面 其實我們有很多辦法可以處理 就譬如 其實STEM我們在數學 科學已經在學著 我們在兩邊各 抽幾個科學出來 抽幾個科學 抽哪些呢? 這個可以由專家繼續做 是 如果你抽一些 本身是科學和數學 你會加一些新的知識 進去數學 新的知識就是STEM所奧 最重要的是 化學科的能力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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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加一些新的知識 本身在數學和科學裡面 抽了一些知識 加分學 你現在就要加一些新的知識 進去數學和科學裡面 你會加一些知識的分學 你要抽出來的原因 是為了要接合你所有科學 那些科學 為什麼要再加一些知識 你是說 你要在科學和數學裡面 差一些科學來教STEM 你現在又說 為什麼要在STEM 不要緊 我們不要講科事 我們再講一個問題 我們講深淺 請問你會加一些新的 這個STEM 你會加深 還是加錢 對STEM 會以神業為主 但現在課學 是深 還是錢呢? 深淺都沒有問題 只要學生能夠 但如果是錢 不是加床 深的 根本一些人 根本一些學生 基本的技術 都沒有認識 他怎麼學深的技術 所以從數學和科學裡面 都不是動手去做的時候 又怎麼會加床 因為兩種性質 根本不同 那學生就不明白STEM 是教了什麼 可能根本還未認證到 究竟我們今天教的STEM 是用深的 是用錢呢? STEM 用錢 是視乎 學生的程度不定 那麼為什麼 有一個言論呢? 但是不是說 錢就會導致 他加床的問題 因為本身已經教了 深的 根本一些學生 基本的技術 還沒學過的時候 是怎麼教一些深的呢? 那你是要幾個學科之間 聯排 所以譬如說 我教了深的技術 我要用化學 我要去知道 我要用什麼的材料去做 我要去做設計 你要去設計一件事 這件事很方便 即是用會貫通 你想用會貫通 是啊 你也說了 你想用會貫通 但是今次學生 什麼叫做 中間還是不錯 中間 中間 有4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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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1 主題評判的那些學科 各位大家好 聽了學科的主編 再聽了質詢 我很高興第三個共識 就是STEMP 是重要的學生需要他 現一件我 grow最大的分歧 就是你覺得STEMP是重要 但不是必要 不是每個學生都需要他 但事實是否這樣呢 剛才他們舉出了一個例子 就說文科生是不需要STEM的 但恐怕就不是 以我的個人為like 我自己帶作文科生 但我在這場比賽之前 我是否能夠用STEM來幫助我去解決問題呢 就譬如今天我辯論了 我需要一個影子隊 我用了以前的做法 我和學校在學校很辛苦去找人 但現在用了STEM的思維之後 我可以想到 不如我同家就探討中學聯絡一下 我用這個網上溝通的形式 去處理影子隊的問題行不行呢 這些就是一個文科生 如何可以形容STEM 每一個學生都應該要有這樣的思維特命 所以今天STEM在講的不僅是說 你所說的技能 會不會在科學或數學中 可以教授到知識 而是如何將這些知識 用會貫通在一起 然後將它化為一些你可以使用的東西 這才是STEM的根本原意 自然有問題是根本無法明白的 所以今天STEM到底是甚麼呢 但事實上除了應用之外 開拓創意解釋思維才是STEM的重心 我今天講的學生STEM 在他們眼中可能是把我們用一個感應器 但事實上STEM下的東西是 我們可以拿這個感應器做甚麼呢 如果我們放在一個耳背裏 學生會知道坐姿不正確 感應器就會響 那這是否一個使用的方法呢 如果真的放在一個自動的寵物針水機那邊 寵物走過去就會自動針水 透過感應器 這樣又行不行 這種開發性的思維 這個思維的維度才是STEM的重心 是每一個學生都需要的能力 而我今天是完全沒有回應過的 好 今天就講了例 我們有三個根本的原因 要用去讀STEM 因為音樂學完全一個都沒有課 非常有課 而且是誤解了一點 先講我們個人的問題 我們個人來說 我們必須每一個人都有STEM 因為 新加坡的SG Innovative 組織 Steve Lian 在英國的創新科技師指出 在今天的人才戰中 專才是較容易被取代的 現在最好的就是要有一個廣泛的思維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建立的是強力的人工智能 即是跟人類具備同樣智慧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取代公眾 是勢在必行必定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我們要在其中脫穎而出 就必定要有各種更加強的能力 就譬如我們社網站的時候 要懂得宣傳燃銷 尾桃收手 Uber Eats 亦都是由他去講 他去賣賣 做到是賣大數據 大數據就是智能城市的基礎 現在所有的國家正在做這些事情 有何為何要逆勢而行 所以說為了香港為了學生 我們今天是必定不能夠再退的 剛才廣泛主也問過你 智能城市是否能夠逆轉的 在智能城市對面只有智慧公文 我們是否不需要培訓他們 希望你們下一個片段有機會回答我們 多謝你們 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 今天有個科技一副跟我們說 就算是文科人都會用個STEM 所以STEM很重要 所以就要必修了 那如果你STEM重要就是 考驗投入真是必修 我知有方向香港的邏輯 最重要的科目就要必修 那香港是因為很多科必修科 學生就很目淡 我方人絕對反對把STEM重要的必修科 反對的原因就是連校 首先 香港教育風格 是不適合STEM重要的必修科 香港教育注重學生的考試成績 多於學生的發展 是一大塊點 如果把STEM重要的必修科 投入真有幾個學生肯定 學生為了考試 前雅七的四季知識 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充分吸收到STEMF知識 做到剛才有方同學所講的好處呢? 不考更差 連我都不記都不記 請問有方同學 考又差 不考又差 請問考不考呢? 連香港科技培訓中心 課程負責任何禮星都指出 一學校竟然出考試卷 考核參與STEMF課程學生 學到甚麼? 更加直言對此的痛心 因為留覆了STEMF 讓學生發揮創意的聯義 相反 如果我們將STEM為中學主要項重點的課學活動 不單是可以免除學生不必的教練 更加可以令活動避免臨於死的 而是用更加生動有趣的方式 向學生負責STEM知識 因為參與課學活動的人 就一定對STEM有興趣 第二 STEM根本就不合必修科學原則 這個方法要成為必修科學原則就是 內容基本的重要 關掉才可以學習其他東西 另外 有可和學問連基本知識和亞洲知識都不懂分 另外 初中科為面已經有中學科學和數學兩科 如果做亞洲化多個STEMF 又會怎樣減去課程重點的問題呢? 而且初中科學對工程和科技的認識上似 又怎樣能夠過累STEMF的內容呢? 如果理會高中必修科 又會和其他選修科學的課程重點 而且還會壓縮其他科學的課程 不單是會增加學生壓力 還會減少其他科學的課程 由此可見 STEMF根本就未夠分 而且是不需要理會必修科 另外 經特異國際科學和高成大掌材裏面 聖工會理名中的中學學生 就行發明品 就奪得這個美國知識產權化的協會專學獎 有一個同學 發明品要什麼? 發明品就要融會貫通科學的知識 連有些人連基本中學科學的知識 都能量不到的時候 那是怎樣融會貫通呢? 反而會拖下香港的錯課程 第三 私資分配問題無法解決 STEMF的避課時間比較長 現在的老師又要對功課又要避課 一天只有24小時 打來這麼多時間呢? 再者 香港的私生比例是1比31 對比起外國的一些比較良好的私資之餘 我們香港一個老師 是怎樣啟發這麼多學生呢? 啟發不到又怎會有成考呢? 我成考他們做來做什麼呢? 有方同學 如果我和我今天提議 將STEMF的避課之前 都會考慮到以上的種種問題 如果沒有 就是目光短詞的缺乏與見 再出馬有方同學 你們要怎樣解決以上的問題呢? 多謝各位 對,請辛苦 正是 主席、評判 有方堂對 各位大家好 試想一下我們今天全門都坐在一条船上 準備搭護對面去開發一片新的土地 持續發展開托其他行業 例如創新科技 我講的自然就是這艘船的舵手 但這艘船至今都未能啟行 為甚麼? 就是因為有友方這些人一直在拋出一些顧慮 阻止這艘船去啟行 而他們的考慮就包括剛才他們所講 過程的深切應該怎樣去定義 友方同學請先了解一下STEM的一個怎樣的科目 首先STEM這個科目是沒有考試 沒有一套標準的答案 反而是鼓勵創新 我們看看培證書院的STEM課程 用電子織目來做智能車 這樣學習STEM的方法既生活又有趣 令學生學習到的知識更為深刻 不用考試都已經事半功倍了 而且STEM這個課程的目標 不單止是教應用科學 而是培訓智慧城市 下一代的智慧公民 所以你只是重點培育這些專才 根本是對智慧城市整體來說 學生的發展是沒有用的 我們對學生體模科的創新和興趣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其實STEM的知識 不在於深淺 而是在於我們的教學方法 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通過了一遍 首先再去討論 第二,有方又在質疑了 現在的課程已經十分之緊密 怎樣可以安排STEM的課程呢 我們一副已經有少許作為疑答 我們很明白每一間學校的課程 編排時間都有很不同的安排 所以我們認為一旦STEM變成了初中的收課 只要給校方一些基本的課程指引 就可以讓他們自由地調整課程的時間 例如因為STEM裡面 有兩科已經在現在的課程裡面 所以只要在這兩科抽一些時間出來 再用這些兩科的知識 在STEM方面發展 就已經可以進行到一個很完整的安排 去將STEM放入現在這個校本的課程裡面 然後他們又質問我們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學STEM 我大概也會做科學家 但是人的才能和興趣雖然有度限 我們都不應該自我去決定一些限制 當一個學生在初中的時候 他不是必然知道自己將來會做什麼 多小人的獲得志願是自己做老師 最後有多少人做老師 所以初中是基礎教育 責任是為學生做到最基本的體目 裝備他們的VD能力 體育是這樣,音樂是這樣 他不是個個大個都一定會做流場學習特 不是的嘛 所以不會影響你 還有是否應該圓滿地去做好自己的裝備 作為一個智慧城市的智慧公民 做一個準備 和你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根據一些後話 作為一個教育者 不為你裝備這些基本的技術 就是失敗 雖然我們一開始已經講到 我們很明白有關於你的種種顧慮 但是在我們分析了這三個標準的時候 都證明了變體性 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因為無論是窩囊肚痛 車輛勞動 車輛勞動 周輛勞動 都要繼續去航行 不可以預視拒縮 這樣才可以盡早去到 對原來開拓一片新的領為音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請大家 第四點 第三點 主席評判在座 各位大家好 今天一方同學 向著我們想想想想想想 這個智慧城市將來幾個好 沒錯 就是一個想字 今天一方同學就是整場 重點就是把智慧城市 只有一個想字 然後我們看看今天編題裏面的STEM 第一領文字母就是解科學 科學的精髓就是在於 大膽假慈 小心求證 但今天一方同學 不單止不小心 還犯了三個心字 第一 操心 根據一方同學的詳輯 他要譜集所有的學生 都要去學這個STEM 這個教育 但有沒有想過一些 沒有能力 沒有興趣的人 都要照顧 但有可能有想過 聽了等於學了 學了 聽了不是明白了 如果聽了等於學了 那我覺得 下分了一方同學 雖然今天和我們講了 很多學家都在實行這個STEM 教育 我們可以看看芬蘭 因為芬蘭和STEM 實踐得好 但他們到了香港 都只會亂來掛羊頭 賣狗肉 但因為現在 老師工作量過多的情況下 他們就沒有能力 或者是工作人員 沒有時間 要深屈去應付新的教學 要求最後只會草草了事 所以外國的STEM 教育到香港 都只會走樣 甚至是變成真 最後只會淪跪 不能夠提升香港學生支持水平 以後 加上香港學生負擔的一個方法 雖然同學同學很關心 香港未來的發展 但都是太操心 因為香港的發展STEM 根本是不可行 而今天同學沒有良心 他沒有良心 因為所有學生 都要去讀這個STEM 連一些無考慮 沒有能力的 都要去讀STEM 這樣只會減低他們的興趣 所以握殺了他的創意 握殺同學的創意 等於留住STEM的原意 留住STEM的原意 跟STEM 還有STEM 做STEM已經不是STEM 只不過是一個數學 科學工程 科技設計 包含一齊的一個科目的時候 這樣就沒有必修的需要 所以我們是可以透過科學部 動力培訓 學生的能力 加上他們的興趣 發覺他們的天賦 在參加這個科學部 都很貪心 我心理人夫已經留下了 香港學生在數學和科學 都是明月前半分 分別是第一和第二的 我們看回英國 泰文士高等教育 公佈了香港不同學生 香港學生不同國家的學生 在工程和科技的排名 香港人在工程和科技 都是全頭十八個分別 我們再看回2016年 的國際學生能力平衡計劃 他在那個學校 跟我們廣東話分別 在神山的國家 香港學生 除了科學 科學方面 略順於相當 無論是數學 還是閱讀 都可以分別 休息了很多 香港已經在科學 數學科技 工程都做得這麼好的時候 亦必加科新的修學 加上學生的壓力 有一個方向成績 因為自己是貪心 多事一句 甚至是貪壓力 反向香港同學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 並不是加個必修科 而是課外活動 我們是分佛教學 中學在現場 獲得了一個 驚嚇人的分開賽比賽 其中一位獲獎 自己坦然說 自己是學校 很關鍵Stan的波動 所以他不真正正正 認識Stan 可以發佈他的天賦 最後想問有科讀國 你根本未定下Stan的 課程概論 課程分配等等的問題 你如何成立分身 這樣便對 Speed 在平衡時 一部發展 習慣了 每一位到一部分 才可 明天作最kal 了解 也應該 又提起 你在網上 在安排 中二部來 像中二部發展 你們說香港學生在科學上表現成績 就等於他們Stand的成績也好 但事實又是這樣 我們看回世界經濟論盤 給香港學生在創新上的平均 我們在東南亞都是排名第20度 這些數字你怎樣解釋 我們看到我們的科學、工程、數學等的科學排名 都是很高的 但其實我們今天創科不提時的年紀 只不過是政府未投放中級的資訊到中學 所以他說你不理解Standlock of Four的成績 就不代表你做在一起 你實質將它作為一個實驗做出來的時候 是會好的 你又承認你不理解這一點嗎? 今天真正正正不理解這一點是有不同的 今天的Standling是甚麼? 就是要進賽業 做這些東西 用一些生同有趣的方法去教學生 但現在的法律目前都解釋不到 為甚麼這些過程 如何用一些生同有趣的方法 用一些生同有趣的方法去教學生 好一種創意和創新的方式去教導學生 這個文章雖然正正就是有Standling的原意 但是手中所說的數學和科學 他們本身有甚麼創意元素在內呢? Standling就是以後這些不同的科學 將理論實踐 然後再作一個實驗進行應用 不是一個更加用創意想法的科學的理論 就是科學甚麼? 我們剛剛有個課 我們在數學和科學的課上 真的不可以創意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科學規徒 但是我們明白到 我們只要將Standling 列為一個科學活動 學生就可以跟這個導師 用一個議題的方法 來討論這個議題 可能剛剛有個課堂講到安努院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存在任何這些 不可以提升創意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Stand 單單列為一個科學活動 一包入內有多少個學生可以參與呢? 而是否那一班中的學生有Stand的知識 就可以實踐智慧城市的理念呢? 大友們同學有所謂的課堂 就是1比31 有遇可創意 真正今天課派遇到創意 是任何我 請問有同學這段過程 有沒有功課 有沒有策異 有同學我們先試一試 如果我們的科學就是要課會活動 要參加這個Stand 的課堂 那好啦 你們又說學生壓力很大 因為科學科學時很緊張 那試問為何加上課堂活動 就不是一個壓力的樂園呢? 那想讀Stand 的課堂壓力不是更加大 你是否正確想讀Stand 的課堂呢? 其實科學活動根本跟正規的課堂課實是無關的 科學活動其實是用你自己學生的時間 你自己學生 有興趣你遲到上課科學活動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Stand 其實是一個實踐智慧成績的整體理念 你只是給那些課外學生去讀 然後說到Stand 其實很無關 還要說你課外活動玩是不是就算了? 那有什麼時候是否真的不想實踐這個智慧成績的理念呢? 我們現在要講到我們今次的課活動並不平時 可能平時學校的課活動可能會講一點的地方自己想 我們並不是這些 我們可能會剩一些水波節比賽 接飛機比賽、二分級比賽等等 提供給學生的課會管理機會 令他們將工程、科技、科學等等理論實施 我們現在課程不可以做到這一點呢? 但你這樣想問過 如果我們組裝衣粉橋 然後中文老師考慮的 是否就是總問詐欺騙在由下課再組裝呢? 有個同學剛剛所說的 組裝衣粉還是飛機 其實都是理智的 不過Stand 我們要完結 看到每一個學生都應該要具備這種能力 他們要將每一科的知識 集結合在一起去學 而你剛剛的課時間 當然我們可以在數學或科學的單元 抽些時間出來 但更多是Stand提供了 給我們其他科目的知識 或是遍程 這是理論語言 更多是可以運動編程的技巧更多 還有一些不同的專題報告 你們擔心考試這個問題 其實STEM不一定會考試的 我想問有科同學 你們說要將上去必修科 就可以推動給STEM發展 我想問如果要上去必修科 傳媒同學有多少個 你真的對STEM有興趣 而且真的聽老師說話 對STEM的內容 不錯 因為我們同樣有科同學 要STEM有興趣 所以要去看門他們 要形成這個風險 因為如果你甚麼都不做 或者坐以待位 那你又怎樣可以推動STEM 所以你現在要做一個課活活動 可能課活活動 你剛才有四五個人 但這四五個人就跟你的朋友說 進來這個很好玩 那可能就有十幾個人 二十幾個人 到時候可能參加一間 半間學校的學生都參加了這個課活 其實有多少人參加 當所有學生都會參加的時候 會跟必修有甚麼分別 我跟學生有甚麼分別 我跟學生有甚麼分別 你的課程是好 全校都要參加 但是參加是否學會了呢 有方法請你論證清楚 創科還不重要 你不參加是否怎樣都好一點 創科還不重要 創科當然非常重要的方法 你已經承認了這個STEM是沒有的確實 我們承認創科重要 但不僅僅是必修行方法去驅動的 要討論必修行方法 正是必修行方法 他討論也不是一樣 所以就是想問我同學 你的方法是甚麼 除了課活動 還有STEM之外 我們的方法就是 第一是將課活動 將STEM的報道 第二就是政府開強宣傳 和政府討論足夠 在創庫公司的資金和資源 到中學裡面 原來宣傳到有興趣 宣傳學習 我們不用上學了 為甚麼是否正確 不宣傳更加會議場 可能是嗎 所以你宣傳再加必修有甚麼不好處 必修就是提到必強 一對三十一 三十一個裡面 有多少個認真在聽書 有多少個真人在科學 和書裡面有能力在有科同學 這個問題是否一比三十一就不行 我請了幾個老師 我一比十五就不行 這個就是私生的比例問題 如果你請了導師 這樣就不合乎成本 下一個人有可能 其實我跟朋友跳出來說 其實在初中和中學階段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願讀 像我這樣 其實我是一人來課心 其實我不可以去控制 但我始終都是要讀的 我都不可以去控制 但我始終都是要讀的 STEM就是這個基礎 是我們一個重要的地方 但今天STEM是更創意 有可能在東學前為止 都提光不到 科樂程如何 如何用一邊創意入聚的方式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的負責使者 在這裏面的 裡面已經有錯 現在是一邊的畫面 所以你還能不能來 看看在這裏面 是一邊的 最高的 是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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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還能保持 是一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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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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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